最近神奇数字马戏团有点火啊兄弟们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看过了 我猜你们肯定最喜欢里面的甲克斯 不要问我为什么 问就是我也喜欢 那如果今天我在全战模型当中 把它给还原出来 你们会不会帮我把这样给点起来啊 点赞越多 捏得越像 来我们看到这个甲克斯 它长得瘦瘦高高的 像电线杆一样 所以我决定给它来上这款模型 这身材就非常符合它的气质 但是它的皮肤好像是紫色的 所以我们给它穿上衣服 再戴上头套 把颜色给调成紫色 那么接下来就给它穿上吊带裤了 不过你们看这吊带裤啊 屁股漏了一半截出来 这样好吗 这样不好啊 所以我决定给它来上这套搭配 然后再把颜色给调成粉红色 这样是不是就挺像的了兄弟们 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来了 它的脑袋是一个椭圆形 上面还有一个兔子耳朵 就连脑袋的形状来说 我感觉有点像这个南瓜头 但是好像又不是很像 那这样行不行 我用这个怪物面具 用两个怪物面具 把它给叠加起来 哦好像这样一来 它脑袋的形状就模拟出来了 接下来它的眼睛 它的眼睛也不是圆的 是椭圆形的 所以我们得把眼睛给调整一下 让它刚好放在这个脑袋上 然后再用这个笑脸面具 调下颜色 来模拟它的嘴巴 我去这看上去还有点吓人啊 赶紧的赶紧的 把它耳朵给它加上 啊我们这里刚好有个兔子耳朵 哎有点短啊没关系咱们给它调长一点 哎这样一来还有谁敢说我你也都不像 不服的就在评论区用你们的表情包来嘲讽我吧 但是我发觉这个甲克斯有个特点啊 它的手和脚特别的大 差一点就比它的头都还要大了 所以咱们给它来上一个大头鞋 再加上一双巨大的手套 那么这么大一双手很适合用来打拳击 所以武器咱们直接给它来上玄机手套 那么同样的这么大一双脚 吸启人来肯定很疼 所以咱们不如给它来上跆拳道鞋吧 直接来上六套 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个场景啊 他直接消失了 这就证明它有超强的躲闪能力 甚至是瞬间移动的能力 所以咱们给它来一个超强的躲闪技能 当然它是兔子啊肯定会跳得很高 所以来个超级跳不过面吧 最后再来个恐惧技能 为什么呢 你们猜 那么这就是神奇数字马戏团中的甲克斯 满分十分你们会打多少分呢 反正让我自己打的话 我自己打个九分不过分吧 来接下来让你们看一下甲克斯的实力 注意看啊 他直接一个超级跳 在空中进行了二次攻击 当场踢飞了两个箭矢 让一个回首套打入人群中 刚才就说了 这甲克斯的脚劲很大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来踢我 你这个牛皮加闪电 这么远 然后我刚才说了 他的躲闪能力肯定是很强的 那么这么说就是 扇斯拥有接近百分之百的躲闪能力 那他和甲克斯到底谁更胜一筹呢 来吧 战斗开始 扇斯直接把甲克斯举了起来 砸向地面 所以他又使出了骨头第一次 我去 扇斯被打死丘了 为什么躲闪能力 接近百分之百的扇斯都躲不掉甲克斯的攻击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 甲克斯的移动速度 比扇斯都还要快